我上课上到台湾、中国和美国 可是我发觉这个企业很特别 这个平台是让我一直看见 一直验证的一样东西 感到很高兴 可是它只能让我 每一次上课我都跟我老公讲 不知道他中文讲的话 他知道我 之前完美甚至正式高科老师之前 我在群群蜜蜜上了很多课程 庆幸你们 因为有一些人学来跟我分享说 他这是第一次认识老师 也是人生中他第一次上这个课 你们真的真的是很有福报 很感恩艾伯老师 因为他除了改变了我 然后也改变了我整个家庭 然后现在还来改变了我老公的事业 这个启文家 尤其艾伯领导师 还有很多的魏导师 真的是无所保留 真的是把他们的所有所学到的知识 全部公信给我们 让我们整理好所有的思路 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做个转型 并不是老师而已 我发觉到这个氛围 这里的同学很特别的一点 也是被老师的那一个 那个价值观吧 被老师的感化 我觉得全部人都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能量场 结束后让我放胆 去用爱 去用贡献 去做我的事业 我觉得我自己都非常感动 这个平台给我的是真的是很温馨 所以很感谢艾伯老师 有这个平台给我们 尤其是我们业绿夫妻 在真的创业的这个事业上 有你们 我们不会记录 然后我都要改变我老公也配合我 因为我每次回去我就跟他说 阿波老师是我男生 他就吃醋了 他就说 你都没有结果我是男生的 你把别的男人当男生 就很难得他终于答应我 去上阿波老师的课了 因为那时候他刚好遇到过 一些瓶颈的时候 做到很累了 我就去上了阿波老师的课 然后回来他第一次跟他跟我讲 嗯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把老师当男生 因为我也把他当男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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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